民進黨團 召開黨團大會 確定民事會時稱 民進黨團召開黨團大會 禮拜五經過九個小時表決 毫無進度 一般的選民看不懂 以為民進黨今天跟你多數 為什麼毫無進度 這黨團成員當然有壓力啊 有情緒啊 而且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政治意義 上禮拜五就跟共黨在協商 所以我們可能一成要抽換 也就是同意前行使 換成黨產 因為朝野黨團對不當黨產條例草案 意見分歧 事務日願會上演表決大戰 開會時間延長到晚間12點 一整天下來總共表決 也130次 南偉高呼捍衛主權保護余權 小英來報告 立委則喊不當黨產還財於民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林表示 我們希望共黨共同來面對 在歷史的時刻 不管歷史會開得怎麼樣 我們請共黨能夠了解 我們對於黨產處理的貼心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做一下 好好協商好好談 我們希望多而不破 國民黨抨擊民進黨 處理方式不正當 我想我們認為說 我們要讓全民來解釋 我們老早就有心理準備 黨產所剩無極 根本就不在乎 問題是他用這種方式 而且這樣的一個操作 等於是不公不義不正不當